看看新闻榜 我得好好聊聊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光是今天开始的 而是在我入行的时候 还有他在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 你知道他多厉害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这一集不想靠我哥嘛 其实我在那个年代 已经不停地 给人家喊我叫张学友了 但是我还是保持着沉默 到现在我才告诉大家 越听越迷糊了 这到底是开玩笑呢 还是真的呢 还是问问你大哥张学友吧 这个不是谣言 不是谣言 真的 啊 承认了 真的是亲兄弟 这个是我们 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疑惑 我觉得我们正说 我们真的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对 亲如兄弟的 听到了吧 虽然这朋友两个词 说得又轻又快 不过人家可是公开地打假了 所谓有血缘的亲兄弟 完全属于谣言啊 我自己都觉得像的 也只有张家辉一个 无论是他们讲话的时候的神态啊 身高我都是一样的 对 很像 喂 我给四千元你做要 喂 喂 打给你 喂 喂 喂 打给你 做什么来 看到这儿小伙伴明白了吧 两个人长得像兄弟确实不假 不过这噱头早在上世纪就有了 如今老梗又被拿出来重新炒作 十有八九是为了最近上映的新片 临时同居做宣传 不过这估计也不关咱灰哥什么事 因为人家也已经是和天王平起平坐的影帝了 娱乐星天地人家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编辑报道